我希望同學 第一 希望他們清楚基本法是什麽的文件 第二 這個行為本身代表什麽呢 他想傳達什麽信息給香港的公眾 甚至想傳達什麽信息給中央政府呢 我希望他們有機會的話 說明清楚 我想 很老實講 每一個學生對於一國兩制取態點 我都未能完全理解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無論是對修憲 港獨等的問題 大家的立場 即是無論是支持 反對 還是不抗拒 其實都有幾大的差異 但是我想對我自己來說 我理解學民思潮裏面的同學都會覺得 如果讓我們重新選一次 80年代除了中英聯合聲明之外 其實香港人都要透過一個投票程序 去表達香港人對於香港前途的意願 而不是真的單靠中國 香港 中國和英國兩地政府去說了算 如果政府是要增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首先做法 發回鄉證給我們的學生代表先 大不了 大家好 glad 有機會 只有要留意 你 對